朋友们,一款剪辑工具就能帮助你量产热门影片 还不需要亲自拍摄素材 能把外文语音转为中文字母 AI帮助你通过关键词检索 生成口头脚本和热门标题 还可以一键进行影片画质的修复 看完本新影片将会打开你赚钱的新思路 先给我点点订阅,马上带你上车 第一步,找到热门影片 比如最近特斯拉Robotest机器人计程车发布会 在官方账号都会有第一手消息 我今天使用的是万星这款剪辑工具 点开新闻档,这里是录制功能 可以进行影评录影,检查一下设定 这里选择全萤幕 如果需要录制画面的同时,还要进行麦克风收音 也就是比如我把我现在说的话录下来 那就需要打开这个麦克风 如果只需要录制影片原始的声音的话 就需要把麦克风关掉 把旁边的系统音讯开关打开 如果需要录制摄影机画面的话 这个开关也需要打开 OK,点击右边的录制开始按钮 把画面放大,开始录制影片 欢迎来到Wii Robot Party OK,我这里只是演示一下 因为花的时间太多了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录制的片段或者时长 录制完成需要来到最左边点击一下暂停按钮 然后点击旁边的停止 录制好的影片就会自动导入到剪辑软件这里了 OK,点击这个按钮退出录制功能 接下来教大家把这个22分钟时长的影片提取高光片段 转换成具有自己观点的热门点评类影片 点击这里的加号 把影片导入到时间轴上 点击打开这个快速预览模式 就可以通过光标来检查影片 在音讯这里可以调整影片的音量 初步调整好影片之后呢 我们点击导出 除了会导出22分钟的原始影片 往下拉勾选高光提取功能的话 还会默认导出第二个60秒时长的短片 当然也可以选择导出15秒的高光片段 发布在什么平台都告诉我们了 如果是做横屏长影片的 就选择自定时长 比如我要在22分钟里提取 10分钟的高光长影片 影片的名称呢 也可以帮我们AI进行创作 可以看到影片的标题 影片说明 还有影片的脚本和它的构想 我们都可以通过AI进行创作 比如我点开影片口头脚本 在这里输入我的影片主题 特斯拉 机器人 计程车 然后输出语言这里要变更一下 繁体中文 看一下进阶选项这里有什么 暂时只能生成一个结果 OK 点击这里的产生 OK 我们的影片脚本呢 就已经出来了 可以把它复制下来 作为我们刚刚高光提取 10分钟或者5分钟的 一个高光片段的一个解说 我们再来让AI帮我们取一个吸引观众的标题 点击产生 OK 因为我选择了繁体中文 所以它给我的标题是改变香港交通方式 我觉得这个结果一般般 标题这里你就可以选择生成最多10个结果 当然如果我们想要某些关键词显示在标题上呢 我们可以在影片内容这里填进去 安全 创新 再比如失业 OK 点击产生按钮 我发现智能程度真的很厉害 大家看一下这个标题 特斯拉机器人 计程车解决失业问题的绿色出行方案 大家如果有看过我上一期AI大事件的话 就会知道 以往大家会认为无人驾驶的出现 肯定是让计程车司机失业的 但是未来 你只要花3万美元买了这款特斯拉 在你不需要开车的时候 把你的车设置成机器人计程车模式 它就会24个小时像网约车司机一样 不停的到处接客送人 你躺在家里 他帮你赚外快 就像这个标题说的解决失业问题 AI比我们更快的获取了最新的资讯 提供了最佳的标题方案 OK 影片的标题和口头脚本我们都已经有了 导出了高光提取的影片之后 再配合后期的配音 我们的一则横屏影片就做好了 可以发布在你有账号的任何一个平台上 在这个导出页面 最上方是原始影片22分钟的影片已经导出成功了 下面就是高光提取 我设定的导出10分钟的高光提取片段 配上AI生成的脚本标题 你可以选择露脸或者配音录制 一个有观点立场的影片作品就完成了 关键影片的内容还自带了热门新闻的价值 很容易就做出爆款 这是教大家做长影片的方法 接下来告诉大家 在Femora还可以批量生成多部竖屏短影片 点击AI智慧长篇剪短篇功能 打开刚刚导出影片的文件夹 这个就是原始影片 时长22分钟 旁边就是同时导出的高光提取影片 我的设定是10分钟 但是它给我提取了8分钟 相当于把原始影片的精华都提取过来了 OK导入这个长影片 点击打开 来到右边 首先是设定语言 原始影片是英语 然后是时长的设定 也就是你要导出什么样时长的影片 我选择30到60秒的 主题这里一般选择自动 点击打开高级编辑 长宽笔选择竖屏的 就可以导出短视频了 也可以导出1比1 或者原始的横屏影片 其实如果是选择了导出原始横屏影片的话 就跟刚刚我们进行高光提取的功能是一样了 选择9比16竖屏影片 如果你的影片本身没有配乐的话 可以打开这个AI智慧配乐功能 就会帮我们生成AI背景音乐 OK 因为我这个影片 它本身是自带背景音乐的 所以我可以取消这个智慧配乐的功能 OK 这里的主要主题是需要我们填写的 填写了之后呢 它会根据我们想要的主题 来提取这个22分长影片里面的片段 特斯拉 机器人 计程车 OK 往下拉 会有一些模板让我们选择 比如这个产品展示 AI就会用相关适配产品展示的素材 比如表情包或者字幕 来让我们的影片更加能吸引观众 有非常多的影片风格都可以供大家选择 生活 运动 影视点评 体育 游戏等等 OK 点击右下角产生按钮 它会先进行一个语言的检测 OK 它这里可能会出现问题 就是它侦测到的语言是葡萄牙语 没有关系我们点击自己选取的英语 就OK了 点击确认按钮 说到语言 Fimora还有一个外语语音转中文字幕的功能 这样中文地区的朋友们也能看得懂马斯克在讲什么 一些外文的发布会 全球知名人士的访谈体育赛事都可以这样做 OK 一共生成了12个竖屏的影片 每个影片都有一个标题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 它这里会有一个打分 改变城市面貌打了9.5分 超越人类科技突破打了9.3分 这个打分可能是观众在浏览关键词搜索上面AI分析出来的 OK 我们播放几个来看一下效果 它会根据文本来添加音效和字幕策销 转换成的每一个影片按照得分来排名 得分高的排在前面 但在我看来每个影片都是不同的高光片段 都能作为独立的短片来使用 再来看看这个 OK 它这里把销声增强了 特别好 这一块很大一半 所以它将去解决了很多年生命 upa准备冶迹 发生的车格 我觉得我会看到车车车车转在十次安全 也是做过机性的 不至于人 你认为了有些时候 当前我们有一些停的停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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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了 你会看到一个人在一半的电梯 现在我们有机会的电梯 你只会在一个电梯里 你只会按一个按钮 你不想想想想 它就带你去桌子 如果你看到一个电梯的电梯 你会觉得奇怪 那是软件的软件 不是只有生命的软件 但是如果你想想想想想想 人们在软件上 他们会回到软件 他们现在可以在软件上 or watching a movie ok 我播完整个影片给大家是因为让你们知道 他截取的每一段短片观点都非常的完整 后面我把它转换为中文的字幕就会更加清楚了 ok 点击这里的编辑按钮教大家怎么生成中文字幕 ok 来到了影片编辑的面板 在这一块呢是我们的文本 如果想要去掉某个画面的话 直接找到对应的文本 取消这个勾选就ok了 这里就少了一块 重新打勾就恢复了 而如果我们不需要编辑这些文本的话呢 就点击导出 导出到本地 解析度可以自定选择 导出成功把它放到编辑面板 点击加号 添加到时间轴上 然后开始把它转为中文字幕 又击时间轴上的画面片段 选择语音转文字功能 需要转写的音频语言呢 就是原始语言 选择英文 需要翻译成什么语言 就选择哪一种语言 中文的有台湾和香港 其他设置可以保持不便 点击产生按钮 可以看到新增了两段语音轴 我们点开快速预览模式 可以发现它帮我们 多创建了一条英语的时间轴 把它隐藏掉 保留中文时间轴 这样操作我们就可以得到 十多部中文字幕的短片 这是一个非常大事 所以它会隐藏的生命 很多生命 避免危险 我觉得我们会看到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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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是什么是 spendasta 来自有一个上游 Is 然后我们只需 就tr于提前 你只能踩到它 只要OT 就带你到一个层 如果经验 从可以看到电界的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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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d 这就是车的车会变成 这不是只是生命保障的症状 但如果大家在车的车在车里花费的时间 然后在车里花费的时间 他们现在可以花费 我认为是在手机上 或者在看电影 马斯克告诉我们 以前每部电梯都会配一位操作员 但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就像汽车不需要人驾驶 像坐电梯一样 启动按钮之后 在前往目的地的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看电影吃食物 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还不可以编辑这里生成出来的中文字幕 比如在这里 他的中文翻译是他们现在可以花 我想 因为马斯克他说话的时候 就不是一板一眼的 所以他中文字幕翻译出来 有时候也会出这样的问题 但其实想一想 观众也不一定要求我们讲话的时候 一板一眼像读稿子一样对不对 如果只是在分享一个事情一些观点 像聊天一样问题也不大 当然如果可以编辑中文字幕就更好了 相信Fimora很快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OK影片制作完成 右上角点击导出 Fimora还有一个亮点功能 就是提升影片的画质 在右边AI工具栏的下面 有AI影片增强器把它打开 然后我们点击产生按钮 它已经正在处理AI影片增强了 OK影片增强成功之后 影片的名字也变得AI Ultra HD 可以看到人脸确实是更加清晰了 打开预览模式 这样的画质怎么样呢 大家满意吗 赶快去试试吧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未来我也会介绍更多最新的AI工具和 人工智能新玩法给到大家 记得点赞订阅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 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我们很快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